前段时间上映的电影《超级经纪人》当中 谢霆锋以本人的身份在篇尾作为彩蛋出现 让人非常的惊喜 那其实呢各位明星大腕在电影当中客串演出一把呢 已经屡见不鲜了 我相信很多观众还记得在太炯的片尾啊 范冰冰是伴着环珠格格的主题曲 偏偏出场让人记忆又惊喜 那是惊艳又惊喜啊 到底有哪些影片也都用过类似的桥段呢 我们接下来就为您盘点一下 在太炯的结尾 王宝强饰演的宝宝在泰国完成了所有的心愿 并在徐峥的帮助下 真的见到了自己一直谎称的女朋友范冰冰 范冰冰的惊艳登场 无疑是在看完电影之后 观众们最热烈讨论的话题之一 你好我是范冰冰 你是谁 范冰冰 你是范 范范范 听说 你要找我冬蜜月是吗 范范 咱俩 能拍张照吗 影片寻找周杰伦的故事主线 是一张限量发行的周杰伦唱片 女主人公普普从武汉来到香港 就是为了找到她 结尾处周杰伦虽然只出现了五分钟 但是作为周杰伦的银幕处女作 她的客串还是给歌迷带来不少惊喜 张一山主演的影片寻找成龙中 她出演的角色生活在印尼 因为中文水平差 被同学耻笑欺负 她决定寻找成龙学习功夫 历经重重波折后 她真的找到了成龙 而出演成龙的人就是她自己 你刚才跟我说 你连考中文都不及格 那我问你 你知道自己老家在哪吗 尊老爱幼 是中国的传统美德 你姥姥亲自来找我 你怎么对她 你知道姥姥叫什么名字吗 一个人要有精神 要有口气 在影片独自等待中 夏宇饰演的陈文是一位古董店的小老板 在他的店里有一件精致装表的男人大裤衩 夏宇自称是周润发拍戏传过的 在影片的结尾 周润发竟然真的出现在了他的小店里 嗯 发光 影片春娇与志明围绕男女主人公 两个人的感情波折而展开 在片中 春娇一直对志明说他曾经与郑一剑谈过恋爱 志明却一直当作笑话来听 后来志明在工作场合真的见到了郑一剑 交谈之后发现原来春娇说的竟然是真的 哈喽一剑 哈喽你好 我是这个片子的客服主任张志明 你好你好 你要的东西来了你先吃吧 是不是赶时间变化妆变吃 不急不急不急客户还没到你先吃 哎你原来不是短头发的吗 怎么会后来把头发留起来了呢 因为那个时候拍古装 拍了三个月 拿掉头发的时候真的变长发 然后对有个朋友就说还不错 刘志明 刘德华主演的影片陶姐中 他饰演的角色是一位电影监制 所以剧情中有不少涉及影视圈的部分 因此徐克洪金宝宁浩浩罗兰等一大批电影人 都在本片中以现实身份客串演出 0号 在这里干什么 你不是在外面吗 没有没有 你躲在这里干什么 人少 后个 再来